大人一帮从赛季出人见人气,难求一胜的升班马,经过脱胎换骨,退遍为一支善打传控进攻足球的球队,而且找到了赢球感觉。 大人一帮堪称为一支人杀手,最大功勋人物当然是主帅舒斯特尔,必须清楚,以中加本土球员为半递的球队,并非谁都能打好。 如果在最后九轮中超联赛中,大人一帮能够借交借账,一股作气,本赛季保级应该没太大问题。 畅想一下,如果保级成功,明年大连足球的复兴之路将会开启。 根根舒斯特尔根据勒夫所签的一加一合同,他和他的教练团队将用他们的神迹继续书写大连足球新的篇章。 经过东窗的进一步隐缘补墙,改造重俗,大连足球将稳固前行。 9月10日,往上流出大连一帮主帅舒斯特尔,与其教练团队举行一次小型聚会。 当然,外交们也愿意将他们的快乐跟球迷们一起分享,于是拍了几张聚会照片,发布平台进行展示。 许多网友的目光,除了注意到照片中的人物之外,还关注桌子上也是。 这是中国网友的习惯,对桌上的菜品非常感兴趣。 教练团队的餐桌上的菜品风格普实无华,或许,中国球迷看到的这桌菜,并不算有多奢华,其中原也可理解味。 首先这是教练团队都喜欢吃的食物,不会哪样是他们中任何人都不喜欢的菜品。 其次外国人,不喜欢浪费,能吃多少就买多少打上。 第三,是深夜自己人的聚餐,主要是开心交流为主。 主要并不是大吃大喝,或者不醉不归那样奢华。 因此,有球迷调侃看上去有点朴素。 大连人请客吃饭,桌子上肯定得有海鲜。 或者舒斯特尔教练团队对海鲜并不是非常热衷,否则一定会有。 细心的大连球迷发现餐桌上有他们喜爱的红酒、啤酒、西班牙火腿。 可以看出,舒斯特尔教练团队在大连生活得很开心,而且在间歇期之前暂时摆脱降级区。 前几天,舒斯特尔教练组还一同赴上海旅游,利于他们更好的放松与沟通。 万达回归之后,大连一方本赛季目标就是必须绑极。 对于大连本土球队的回归,俊乐部当然要难入影员计划,下窗引入的琴声是成功影员。 而锦鹏翔还没有在训练中令教练组满意,并没达到出场机会,万元里亚兹科斯引入并不成功。 东窗或将进行调整,有关赵明健、余汉超、李学鹏等球员回归的呼声较高。 届时取决于俱乐部的运作水转,欢迎关注空江龙冠世界QUOT,支持中国足球。